今天我要介紹一位 雖然已經有十多年的美國巴勒斯坦裔的公共知識分子 如果要顯示你有文化 要顯示你是一個流行時矛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而在華人世界中顯示你學識的冤博 你就一定要知道一個叫薩伊德的人 這就是其中他的一本書 這個人是美國的學者 原籍是巴勒斯坦的 但是他不是以一個巴勒斯坦的民族主義的面貌出現 而是以一個開明包容 和充滿睿智的學術權威出現 充滿人民精神 和對世界的關愛 和有很敏銳的觀察力 據說是這樣 因為他而表不凡 所以有很多粉絲 尤其是女粉絲 在台灣很流行 台灣有一位學者叫善德興 我們知道香港有一位藝人叫善立文 善的字是單數的單 但是廣東人如果姓單就一定叫善的 不會叫做單先生 但是如果他不是廣東人的話 可能他就是用單這樣的發音 我們是廣東人 我們叫善德興 但是如果你用普通話或者國語 或者甚至是敏南話 你都應該叫他做單德興 這位是台灣的知名學者 在兩岸都很有叫助力 他寫了很多本 關於薩伊德的論著 其中一本叫做薩伊德在台灣 薩伊德的一些訪談錄 都放進去 原來薩伊德在大陸都很受歡迎 我們知道大陸對於一些 政治文化理論的審批管制比較嚴格 如果在大陸都可以流行的一些文字 應該都是符合主旋律的 而薩伊德的重點是什麼呢 他有一本名著說東方主義 其實他的主要論點 就是我們用一句說話 一語道破 就是要反抗白人至上主義 他是很溫和的面貌出現的 即是他骨子裏面對抗白人至上主義 其中一本名著是文化與帝國主義 而開宗明義就說 那些歐洲的白人去侵略全球 他們就統治了全球 他們就帶來很多 很多壞事 那些本地的本土的人 從來都沒有不反抗 沒有躺平主義 他真的是這樣說的 他用英文說的 但是其實就是 這本書就是幾十年前寫的 但是他真的是說躺平主義的 supime position 就是不抵抗主義 那麼他就說 他引用的例子 一開第二頁已經是這麼說的了 他引用的例子 就是白人怎樣去全球 哈哈伯伯呢 那些被壓迫的人 在十九世紀開始 就是阿爾及利亞 愛爾蘭 印度尼西亞 以及很多亞洲非洲的地區 很奇怪的就是 為什麼他裡面 是有一個叫做愛爾蘭的呢 我們知道愛爾蘭 原本的土著都是白人來的 你不可以說愛爾蘭人是有色人種 如果白人至上去侵略愛爾蘭 這個邏輯真的很荒謬 愛爾蘭的土著的族裔 或者本土的族裔 2000年前就是那些 那些叫做 應該是蓋爾亞人 Galix 因為我這個是 國語的發音的翻譯 蓋爾亞 Galix Galix在哪裡來呢 Galix就是那些 那些Galix就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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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Galix就是那些Galix人的其中一支 那些Galix就是那些Galix人的其中一支Galix人 Galix人可以叫做Galix人的其中一支Galix人 如果我們有看足球就知道 有一隊叫做Selodic球隊 就是這個字 那些Galix人就是在歐洲的北部出現的 一些比較上豪邁奔放的民族 而蓋爾亞人的Galix 那些Galix的Galix文化 就是在歐洲的埃及 但其實也能把他考證解釋了 那在在羅馬帝國的記載那些Galix 就是在這部的 當時的愛爾蘭這個島 和蘇格蘭的高地 那些Galix人 我們知道羅馬帝國的法源地是拉丁裔的民族 在意大利的中部 這些反而不是很白人 我們所說的比較高大 藍眼睛 皮膚比較淺 頭髮的顏色比較淺 很多都是金髮的 希特拉人認為是最優秀的民族 這些白人原本在歐洲的北部 包括那些納迪斯坎的納維亞人 而那些歐洲古代的文明 第一個發源的起點就是希臘 第二個就是羅馬 而希臘和羅馬的人種是南歐人 他們和土耳其人的外貌更接近 就不是金髮碧眼 皮膚白色高大的那些歐洲人 根本是兩種人 但是歐洲的文化就來自這個地方 羅馬帝國究竟夠不夠白人的標準呢? 其實比起這些北歐人呢 都是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就是言歸正傳 羅馬帝國 我們知道海撒大帝 就是侵佔了英格蘭 那些歐洲人 後來就離開了 就是打贏了那些本地人 然後就離開了 那當時羅馬帝國呢 就對這些蓋爾亞人有記載 主要他們是聚居在外爾蘭 聚居在外爾蘭呢 但是他們又侵略這個 蘇格蘭和英格蘭的北部 全部都是白人 如果外貌比較更白呢 就是反而是那些蓋爾亞人 但是這個薩爾德呢 一寫下去就說 白人侵略全球 殖民主義、帝國主義 那些被害的、被奴役的、被壓迫、被侵略的人 除了印度、尼西亞、阿爾及尼亞 又包括了外爾蘭 那你覺得是不是很荒謬呢 就是這些所謂的學者寫的東西呢 就是把所有的東西淋在一起 總之因為當時他的角度看 就是 都是一樣東西來的 歐洲最強大的兩個國家 是全球的帝國呢 一個就是法國、一個就是英國 那麼法國和英國呢 就是一個就是侵略外爾蘭 就是在他的角度看 就是一個侵略阿爾及尼亞 那麼當然還有 還有這個印度、尼西亞 就是荷蘭佔領的地方 所以這些歐洲強國呢 全部就在一起 於是呢 因為愛爾蘭都變成非白人 你說這些邏輯多荒謬呢 這個 薩爾德這個學者 公共知識分子 就是這樣寫的 我覺得真的是笑話來的 好了 其實這個 愛爾蘭和英國 在英倫三島裡面 是什麼 的一種狀況呢 其實我看了很多的 就是 看那邊遠一點 我不會拿過 拿過來看一下 就是我有很多這些 就是 研究 或者找到一些 註術 好像這本 都幾出名的 就是 研究英國四個民族 或者應該說 英倫三島四個民族的歷史 這本書 二十多年前出版的 裡面 講的 愛爾蘭和 英格蘭的鬥爭 其實是很複雜的 看完之後 你都記不完 那麼多人名 地名 和歷史事件 我們就知道 英國在這個 十七世紀 就出現了短暫的 共和獨裁 很多人經常說 共和 走向共和 好像去到共和 就是人類的天堂 去到共和 就有民主 但是英國最血腥 最獨裁 最不人道的一段歷史 就是共和的歷史 這就是克倫威爾那幫 清教徒 是代表國會的利益 和當時的英皇 就打了一場內戰 當時的英皇 是查理士一世 甚至被人斬頭 徹底毀滅了英國的軍權 統治了共和的體制 統治了英國一段 不太長的時間 然後 灰飛煙滅 英國的君主復辟 然後 反而 英國就暴入民主 就是英國 廢除了君主制 就出現一段血腥獨裁 最不人道的一段 這樣的日子 但是 那個君主復辟之後 沒多久 經過光榮革命 英國就是全世界第一個 出現一個公民社會 自由民主的制度 然後 那些普通的公民 都可以 有尊嚴地生活 享有真正的公民權利和自由 這是不是很吊詭的一件事 這個英國 在這段共和時期 這個 習大權一身的黑倫威爾 在倫敦有他的雕像 有一次我當室路 就在太陽治河邊 看到一個 一條人看著我 那個就是黑倫威爾 在那裏 走兩走 就找回這個 就是 最後去西敏子附近 夜晚晚 就想著不坐車 看地圖 很近可以走到 挺有趣的 你在英國 倫敦 看到了所有文化的歷史 就是 差不多一本書 那 這個黑倫威爾 就是一個契弟 他帶領的那些清教徒 我想其中一件事 就是因為宗教的對立 他們就是 帶著一些英格蘭的武裝力量 就侵略愛爾蘭 進行大屠殺 這個是白人殺白人 這個是清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矛盾 這個是不同族裔之間的矛盾 這個是一個很複雜的一件事 裏面也有些經濟的因素 但是如果你把黑倫威爾 在愛爾蘭的那個血腥暴行 你解為白人至上對全球的侵略 你解為一個整體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 這個罪惡 我覺得這一個這樣的學者 真的都是廢的 然後他繼續說 就是 第二頁 已經這樣說話 他說 白人去到全世界 是沒有一個地方 是沒有反抗的 而那些反抗的人 他是用always這個字 就是全部都是招致反抗 而在那些殖民地裏面 所有的反抗都成功 其實這些學者說話 都是那些邏輯的思維 連基本訓練都缺乏的 那裏面說什麼呢 我覺得 有些人說 這套理論很多地方都對 其實大家如果看回我以前說過 荷蘭在印度尼西亞的殖民 那時候沒有印度尼西亞 我們知道 Benedict Anderson 就是一種現代國家建立的理論 叫做想像共同體 所以 印度尼的民族獨立運動 是一個想像共同體 這就是Anderson所說的主要的例子 所以 荷蘭人去這個 所謂爪哇地區 去殖民的時候 是沒有印度尼西亞的概念 那裏有很多不同的土著 大部分人都是跟現代的馬來人 是同一種族裔 他們因為這個千島之國 印尼 聚居了很多不同的 部落 或者複雜程度 有不同的一些政治體 是很和平和與世無爭的 原本是很正的 有一個小的島 裡面全部都是產一種香料 例如丁香 他們自己獨立自主 他們將那些香料賣給那些歐洲國家 就賺很多錢了 但是荷蘭這些殖民 他們覺得這樣 就是阻礙他發達 於是把整個島上的住民 全部屠殺 然後把那些奴隸 在其他地方運過來那個島 然後做了一些種植的莊園 就壟斷了那些香料的全球市場 這些就是荷蘭殖民 是吧 比利時的里奧普國王 去到光果殖民 就是把整個光果 一個很闊大的地區 變成他私人的莊園 然後大肆屠殺那些本地人 然後在那裡盡情享受 就是將那些野生動物 資源 人 全部都當是他個人的資產 是吧 任意殺戮 這個就是比利時的殖民 我剛才說的荷蘭的殖民 那當然是很有問題 這些東西根本是反人類罪來的 但是殖民有很多種的 英國人去印度的殖民 英國人被拿破崙嘲笑 是那些小商販的民族 是吧 shopkeeper 小店主的民族 英國人只是想做生意 他不會打 他主要不是想打仗 也不是想揚威立萬 他不是要把自己的道統輸出 所以英國在伊麗莎白女王一世的時代 有一些商人 已經組織了一間叫東印度公司 這間東印度公司 只想建立一些 我不是說他好 但是他初心是想賺錢 那王室就不斷支持一下 因為可以增加 那個朝廷的收入 所以這些東印度公司 那個charter 就得到英國君主的背書 於是就發展了在印度的一些商業貿易 以及一些基本的生產和種植 是這樣開始的 但是因為印度本身很複雜 印度本身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 印度的莫外爾帝國根本就是蒙古人對印度次大陸的侵略 但是那些去到印度的蒙古王族已經歸於伊斯蘭教 那些莫外爾帝國他們就把原本的印度教秩序打爛了 建立了他們的莫外爾帝國統治原本的印度人 而他們就把這個伊斯蘭教帶入了印度 所以其實那些都是外來的侵略者 即是當英國去到印度的時候 他看到這麼多不同的民族、宗教 和這麼多的歷史背景 他只是想悶聲發大財 我不是說他對的 但是他要想什麼 但是後來因緣際會 那些莫外爾帝國本身就衰落了 還有英國和法國在印度爭地盤就打贏了 於是東印度公司 就是以一個商業機構統治整個印度次大陸 但是後來就處理不到這些問題 就招致本地人的大半面 就屠殺了英國的殖民 就是英國的僑民 於是英國的君主在維多利亞女王的時代 就直接統治印度 於是印度就成為英國的其中一個dominium 而整個印度都只有一個帝王 那個就是 如果女人就是empress 男人就是emperor 就是英國的君主一直都是king或者queen 但是當英國真正直接統治了印度之後 這個君主就有另一個title 叫做empress of India 或者emperor of India 我們看到 由英國在東印度公司開始殖民印度 是很癌癌殘殘 一個很massy的幾百年的變化 最後印度直接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它中間有很多無奈和歷史的偶然性 我們說比利時 荷蘭、英國 他們全球的擴張和殖民主義 是各有不同 還有它本土的政治制度也各有不同 法國就沒有什麼民主傳統 有的只是混亂 啟蒙時期導致了法國大革命進入恐怖時代 然後拿破崙的專制獨裁出現 然後打打殺殺一百年 去到巴黎公社 搞原始共產主義 我叫做原始共產主義 於是搞到一鑊足 結果跟英國的經驗 就出現了訪效英國的模式 浪費了一百年 死了很多人 最後出現了一個類似英國體制的議會民主 但是英國本身就沒有這些東西 好了 所以法國和英國是不同的 另外德國更加從來都沒有民主 直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德國的帝國覆滅了 那個凱瑟都被人流放海外 於是就產生了一個威馬共和國 有一個短暫的民主過程 所以所有的歐洲國家大家都不同 而印度本身呢 就在當英國建立了一套直接管治的效率之後 它的經濟就不斷地進步 以及社會不斷地開放 其實由這個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 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期間 印度就是一個黃金時代 但是後來這個民族獨立運動出現 反而就打擊了那個國家的經濟 那麼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印度獨立呢 就比以前更差 因為印度獨立之後 尼克魯和他的女兒甘地夫人 他們奉行的就是那些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於是印度的經濟呢 就搞到一團糟 但是印度有一件事好 就是參照了英式的民主 國內的那些糾紛啊 分裂啊 流血啊 武裝割據呢 都比較少 好過斯里蘭卡 和巴基斯坦或者孟加拉的 那麼這些呢 就是英國大英帝國 在不同地方出現的 就是那個管治的問題 但是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寫香港歷史 我們看到的東西 和薩伊德所看到的東西 是完全不同的 是吧 香港當年根本沒有人的 德國 就是 在這個 香港仔啊 赤柱啊 大潭那裡 有些漁村 還有些人種田 炒賣一碟 都只有幾千人 但是當這個南京條約簽訂了 英國在香港建立這個維多利亞城之後呢 那些華南的廣東人呢 全部湧入來香港 尋求安定和發達 那麼他們個個都是成功了 最後可以在香港安居樂業 所以我們以香港的例子看呢 薩伊德所說的東西 根本是完全相反的 那麼有些人就說 薩伊德這套理論呢 可以修改一下 喂 如果這套理論 看到不同的例子 就可以修改 那麼這套是什麼理論呢 是吧 這些是垃圾理論來的 我們知道有一個叫做黑天鵝現象 其實這個黑天鵝現象是怎麼來的 這個講法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英國一個思想家 哲學家叫David Hume 這個大衛休莫 他就說 當你在那個實證裡面 在那個具體的觀察裡面 看到很多天鵝 然後看到一百隻 一千隻 一萬隻都是白色的話呢 你們都不可以 就是產生一種論斷呢 說所有天鵝都是白色 只要出現一隻黑天鵝呢 這個講法就已經粉碎了 那麼所以這些這樣的反殖民主義 反帝國主義的理論 如果你看到一個香港的實例的話 你這個理論是不需要修正 只需要把它丟進垃圾桶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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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